8月2號晚 在中共的威脅和叫囂聲中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抵達臺灣 專家認為 佩洛西訪臺成形 不僅顯示中共在外交上極度孤立 也透露中共統戰正內外受挫 另一方面 袁紅斌認為 中共長期以來對臺灣開展統戰 通過收買權貴及政客 瓦解臺灣的反共意志 妄想兵不懸任地征服臺灣 而這次佩洛西訪臺 代表中共的這種企圖徹底失敗 發動政變的話 習近平是完全沒有抵抗能力的 但是他的愚蠢就在於 他一方面在目前這個時間節省 不可能因為佩洛西訪問臺灣就發動台海戰爭 但是另一方面 他又把口炮的水平拔得很高 升高到了他自己都沒有辦法下台的地位 現在人們終於看到了習近平當局所謂的嚴正以待 袁紅斌認為 中共妄圖事先通過向美國施壓 以求拜登出面阻止佩洛西訪臺 這是中共對當下美國社會整體意志不了解而導致的誤判 美國社會已經開始覺醒 並意識到中共暴政是21世紀人類自由和民主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脅 新唐人記者韓非洛亞採訪報導